你好 歡迎收看熊財戰略 今天大盤是震盪上漲37點 台股一直在這邊霞幅做震盪 要往16000點來做挑戰 這個地方我昨天有跟大家講 目前超盤最高的新法 就是你要因無所助而升其心 因為很多人他有一個固執的觀念 認為這個地方16000點 就是一個壓力區 或者過了16000 他也是會大幅度的拉回 所以很多人在這個地方 都不敢進場在觀望 我昨天跟大家講 這個行情其實我要跟你講 不是只有你在怕這個行情跌下來 有一個人他更怕 這個人就是誰 這個就是三大帆 今天盤漲37點 三大帆又買了93億 你看 你看近期這個行情 你會注意到 這個市場上 氛圍到底是屬於多還是屬於空 如果你認為這個地方是空的話 你當然就不敢進場了 如果你認為這個地方是多 你就會進去去買股票 然後它會上漲 然後你就可以賺到錢 對不對 這個目前這個市場上 到底這個地方 到底是多還是空 大家各說紛紜 有人看多 有人看空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一個 真實的反應 在股市裡面真實的反應 你看 這個我昨天跟大家講說 說美國科技股今年已經大漲兩成了 說與現實脫節嗎 因為美國的科技股 上一季的獲利是銳減15% 也就是說美國的基本面 跟美國的股價是走相反的 我也昨天跟大家講說 因為股市是領先指標 股市會先漲 然後基本面在後面跟上來 你看昨天 昨天美國這個稻窮 開低下去 NASDA開低 然後拉尾盤上去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那你在看台股 這個中興店 今天公佈它的走跡營收 創的歷史同級新高 年增23% 你看有利多的股票就大漲 這個華城 奪下充電樁的大單 消息一出來今天 馬上就供到漲停板 那你說利多漲停板 那沒什麼了不起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利空好不好 來看利空 這南亞科 第一季每股虧0.54 毛利率是負的 負的 近十年來首見的負值 這是今天南亞科的走勢 台積電三億份營收月減10% 我可能打純跟他講說第一季也不會太好 所以第一季跌破眼鏡 台股現在第一季營收未達標 有重挫嗎 有重挫嗎 所以這個行情利多就漲 利空不跌 這是什麼行情 這是多投市場的氣氛 所以我不跟你講嗎 這個行情 很多投資人在這裡觀望 很害怕這個行情上去 這個位置很高 然後上去買上去 搞不好就往下殺 那你自己看 我昨天有沒有跟你講說 這邊有一個人更怕 這個投信 你看這個投信 從這裡開始一路買 一路狂買 一路狂買 這裡狂買 這裡大買 這裡是多少錢 這裡是多少 這裡在一萬五千 大概五百點左右 那殺下來他還是買 然後上去還是買 不管上去下來都在買 都一路大買 這最近的沒有買 因為最近沒有買 所以你看 這個成交量開始萎縮了 但是他這裡買他有沒有賣 他都沒有賣 為什麼不賣 因為他的成本在這裡 成本在這裡 一賣的話就崩下來了 所以他這裡不賣 你看這個法人 外資這裡有賣 外資高檔有稍微調節 所以有殺下來一些 但是後面他又開始買回來 他又開始買回來 你看他這買最多 買最多的價位去在這裡 這裡也是在一萬五千點以上 所以一萬五千點以上 都是三大法人的持股的成本 都是三大法人的持股成本 所以你說你很害怕這個盤會跌下去 所以你不敢買股票 你認為這裡漲高了 對 目前看起來是漲高了 但是有一個人比你更怕 三大法人比你還怕 外資比你還怕它跌下去 投信比你還怕跌下去 所以很多人會想說 這個盤明明就漲了很多了 為什麼都跌不下來 我也曾經跟你講過 我說這個地方 其實他缺一波終極的修正坡 因為你終極修正坡修正下來 他後面有一個主身段 後面有一個主身段 他後面他就是不嫁 他現在就是不下來 為什麼現在不下來 因為法人不賣 法人不賣 那我再跟大家講 所以這個地方你操作 你要注意個重點 你不要去伊色利長 16000點會不會到不是重點 16000點會不會過去也不是重點 重點在量價沒有失控之前 順勢操作主流股 你這樣子才可以大賺 我會講一檔個股 給大家做例子 這檔個股是我們之前 所操作的股票 給大家做個例子 這檔個股你看 3034連勇今天在創新高 這檔個股我們在低檔區有佈局 去年有佈局 然後我們大概賺了八成不到一倍 大概八成主為什麼要賣掉了 八成我覺得賺很多了 對不對 一檔個股可以賺到八成 不是很多的嗎 但是你看我賣完以後 它後面還是震盪又走高 漲了132% 到今天漲了132%超過一倍 百分之132 也就是說我賣完八成賣完以後 它又漲了五成上去 它又漲了五成上去 所以你這個地方如果是預設立場 說哇這個漲高了喔 這個要下來了喔 因為面板股一直在跌嘛 面板驅動IC也沒什麼好消息嘛 因為你自己看 你看它的業績就知道 它這個是不是亂天衰退 你看從去年的這個五月份開始 五月份開始衰退了喔 跟去年相比衰退4% 29% 45% 49% 52% 你看它都一直在衰退一直在衰退喔 但是股價呢 就從這裡開始 11月份開始一路往上拉上去了 一路往上拉上去了 總共漲了132% 我八成賣掉 漲八成 獲利八成賣掉以後 還漲了五成上去 不要去預設立場 這樣現在沒有失控 順勢超出出了五 你看所以我就跟大家講 3月23號雙紅 有沒有 告訴你這個會漲 3月27號攻漲停 3月30號再大漲 4月6號再漲5塊半 4月7號再漲4塊 那我跟你講過 這邊一路震盪走高 一路震盪走高繼續賺 你看看 4月10號再漲15塊 今天4月11號再漲5塊 一路震盪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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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想想看 你看這個J檔個股的例子就知道了 一路震盪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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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一個高點 你認為說它已經高點已經到了 你預設立場它的高點已經到了 你認為漲八成夠了 你把它賣掉它再漲 你認為漲一倍夠了 你把它賣掉它再漲 今年你有沒有發現就是這樣子喔 今年的行情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認為今年如果你去 目前這個行情 如果你去預設立場說 一萬六千點這個地方就是一個高點 不可以做多 不可以買股票 這樣是在追高 如果你預設立場是這個心態的話 我可以跟你講 後面的行情你根本都全部賺不到 你去預設立場 你自己想想看 它可以漲132% 你看這個聯勇 你看這個雙紅 它是怎麼漲的 你一直以為漲高了 漲高了不能買 漲高了不能買 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它後面會不會漲一倍 對不對 你看我今年所操作的股票 不管是聯羽也好 華府也好 尹威也好 你看那些股票 後面都漲得快一倍上去 剛開始漲的時候 都是大家認為漲高了 你看尤其在這個行情 在這裡的時候 在這裡盤整將近半個月的時候 這個半個月都要盤整 你看現在又開始盤整 這個半個月盤整的過程裡面 這個地方我在做聯羽 我在做華府 後面都漲得超過五成一倍 那現在又開始盤整 現在又開始盤整 對不對 所以今年這個行情 我認為極有可能是指數空間不大 但是股票的空間很大 指數空間或許不大 但是股票的空間很大 所以你不要去做台積電就可以了 因為台積電不會大漲 真的會大漲的是其他不佔全值的股票 所以這些股票呢 你就不要去想說 它漲了一倍還會不會再漲 它漲了五成還會不會再漲 它量價都沒有失控嘛 那量價沒有失控表示什麼 表示主力還沒有出貨啊 還沒有出貨代表什麼意思 它就還會再漲啊 所以你就要順勢操作 那你看這一段行情 這段行情它一漲上去 震盪過程裡面量都開始縮了嘛 量都開始縮了 量一縮很多股票開始衝上去 那這個量震盪 震盪 量又開始縮了 一有股票衝起來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行情你要去把握機會 這裡有一檔個股叫做 切入人工智慧領域的股票 這裡它剛剛開始發動 它這裡量還開始爆出來而已 但是爆出量之後 橫盤整理一段時間開始 又開始往上漲 這個算是一個剛起漲 而且籌碼相當的乾淨 為什麼籌碼乾淨 它不用爆大量 它就已經能夠創新高上去 所以接下來只要有震盪拉回 都是個佈局的機會 後面會漲一波上去 現在就是你要佈局 像這樣子的標的 這樣子的股票 所以這個行情我跟大家講 今年去看指數的人 基本上都賺不到錢 第一波從12629漲上去這一波 基本上很多人認為是跌升反彈波 所以告訴你這個地方逃命反彈 然後這個地方要放空 或者拉回告訴你不能買 為什麼 因為拉回會破底對不對 很多人跟你講說這個是逃命反彈 所以拉回會破底不能買 但是後面又上去了 現在又很多人跟你講說 1萬6千點有壓力 1萬6千點的這個壓力過不去 或者1萬6千點過去然後又殺下來 所以大家不敢買 但是你可以發現到大家不敢買 結果反而買一大堆 那股票一直在走高 所以今年這個行情 是非常詭異的一年 你必須要調整你的操作策略 你這樣子才賺得到錢 不然你看一下 如果你認為這個行情是漲高了 你這張雙紅 它已經漲90塊錢上去了 你賺得到嗎 你就賺不到嘛 你只能每天在節目上看我講嘛 對不對 這已經漲90塊錢上去了 你自己想想看 你買一張可以賺多少錢 所以這檔個股趕快把握 休息一下 金融文告以後 我們再回到現場 做更深入的分析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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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達投顧真心照顧 運達投顧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智慧、經驗、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顧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想瞭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看目前這個大盤 它基本上 其實它就是想要往16000點來做挑戰 它在關前做震盪 重點是16000過去了之後 一旦站上去16000基本上 你就會發現它會走另外一個盤整的格局 因為它目前是一個 它目前還是相形策略 在這個地方在盤整的區 所以我說如果你真的要看壞行情 假設你是看空行情的話 那你至少要等到跌破這個趨勢 這個地方都沒有跌破 你會太早看空了 對不對 我剛才跟大家講說法蘭的成本多少錢 法蘭的成本在15500點附近 這個地方尤其是投信買一大堆 那最近沒有買 但是最近沒買 最近是法蘭外資在買的 像外資金又買回來了 外資金又大買了 那你看就是因為法蘭他買了 然後他都不賣 他都不賣 所以他跌不下來啊 他都跌不下來啊 所以很多人都希望這盤跌下來 我說實在話啦 我也希望盤能夠跌下來 這樣子我就有更低一點可以買了 那問題還是不下來嘛 為什麼不下來 法蘭就是不賣嘛 那法蘭為什麼不賣 他認為後面還會有高點 他認為後面還有高點 你看這檔個股就知道了 3324的雙紅 你看這檔個股到今天還大漲 你看法蘭買要怎麼 法蘭這邊一路買一路買一路買 在低點區的時候一路大買一路大買一路大買 到現在為止都沒有賣 對不對 那充電樁的股票 我跟大家講見機 我跟你講說充電樁需求人大 去年EPS賺3.3元 4月10號供上去 那我4月10號跟大家講說 這檔個股我認為他會創新高 今天有創新高 但是創新高拉回 那創新高拉回怎麼看 你看他的量嘛 他量有失控嗎 他量沒有失控嘛 所以我認為這檔個股基本上 還沒有走完嘛 過股票不要看一兩天啊 震動洗一洗就要創新高了 那我們再看 人工智慧加物聯網的智聯網 這檔個股持續看漲 那股價漲多了以後 進行目前會做個震盪 但是震盪洗一洗 一旦亮縮 整理完以後再創一波 這邊亮縮 亮開始再縮 亮開始再縮 這裡補量上去都是攻擊量 攻擊上去完以後這邊開始 昨天爆量嘛 那爆量以後就開始整理了嘛 對不對 那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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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縮縮到一個程度以後再攻擊 就像我今天也跟大家講 我說什麼 我說這一檔個股 尾橋也是一樣 6417的尾橋 你看震盪洗一洗洗一洗 我告訴你 這裡在前波高原這邊會要震盪洗盤嗎 這裡在震盪 在前波高原這邊震盪洗盤嗎 我認為洗一洗洗一洗以後 量縮 量縮下來 你看它量的跟菜縮下來 量縮下來完以後 殺不下來就開始攻了 所以我跟大家講 這個行情 你不要去預設立場 你去預設立場 你就不敢買股票 你不敢買股票 一堆股票創新高 你都賺不到錢 所以你只要把握一個重點 只要量價它沒有失控 代表主力它沒有跑貨 它沒有跑貨就還會再漲 就還會再漲 漲到什麼地方 你不要去猜 沒有人知道嘛 對不對 就像我剛才講那個蓮勇 你怎麼知道它會漲 它會漲超過一倍 這個行情 如果我說這個大盤走法跟蓮勇一樣 這樣慢慢的慢慢的慢慢 像這種走法 先漲一大段 然後開始慢慢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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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漲慢慢漲慢慢漲 漲上去又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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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又爆量爆量 又開始慢慢的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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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可能喔 這種走法是什麼樣的人在裡面 這個走法就是 投信在做的走法 就是這種手法 投信在操作的股票就是這樣子 它就是先漲一段 然後它不賣 不賣以後就開始進入整理 但是它也沒有買 它在那邊整理整理整理 整理到陌生段開始量開始縮了 縮下來以後 它開始又補掉又開始攻擊了 然後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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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就再上去 整理整理整理 這地方看起來漲很高了 它殺下來 亮縮再補亮又上去 其實你看它去年賺多少錢 去年賺45塊錢 以它這今年的業績來看的話 今年不會賺到比去年還多 那為什麼股價可以漲成這樣子 因為它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 面板報價已經報到谷底了 已經到谷底了 甚至有些面板廠它已經要關廠了 對不對 那一關廠供給量一減少 面板價格就往上 但是面板的驅動IC呢 它其實已經接到訂單了 所以它提前反應 所以如果你是看這個 你是看這個業績的 你看這個基本面 你說老師它一直虧損啊 它一直都沒賺什麼錢啊 它是比去年還少啊 賺的比去年還要來的少 為什麼股價一直往上面漲 這就是我跟你講 股價是領先指標 股價是領先指標 包括像你看這個利器也是一樣 這裡它出現一個假破底 有沒有看到這裡看起來是 看起來是個頭部啊 而且爆大量頭部爆大量整理 爆大量就開始整理嘛對不對 然後整理整理 但是整理並不代表說 整理完就是走空頭了 它只是整理而已喔 那整理開始量量縮有沒有 量縮縮縮縮縮縮到一個極致完以後 一補量開始攻擊 像這種股票喔 你看像這種高角度的喔 都沒有漲完 這個叫做假破底 這個看起來是個底部 這假破底真穿頭喔 真穿頭喔 像這種股票都還沒有漲完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喔 接下來喔 你要知道 接下來我跟大家講喔 這個AI人工智慧 基本上 不管是智慧交通 智慧醫療 智慧物療 智慧倉儲 智慧家庭 智慧學校 智慧物聯等等 都會跟著輪動輪長 都會跟著輪動輪長 那麼在輪動輪長的過程裡面 你要把握住 每一個可以讓你賺錢的機會 就像這檔股票 你要注意的是 它往上漲是不是有量 對不對 它這邊是不是有量 然後整理突破完以後 它這邊又有量 但是你看它是不是整理 整理到末端了 整理到末端以後 開始量一直縮 一直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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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預估後面開始會有量出來 它在補量上去以後 這兩個我就開始往上噴出 所以現在是佈局非常好的時機點 你要把握 就是把握現在 這個行情我會跟大家講 量價沒有失控 你不要去預設立場 這個行情還沒有走完 還沒有走完 所以接下來後面這段空間 你要好好把握 跟我們上車的機會 利用廣告時間 跟我們香港人做聯繫 把握下一檔進場的時機點 今天為各位講到這個地方 祝大家操作順利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